嘿,嗨,今天我录制的视频是为了来记录着我到底怎么去绘画一个人像画 从concept到完成品的一个过程 OK,今天我们来画一张人像画 当然你一开始就是要去选一张图片来画 就在小红书上面就找到这一张 这会下满意周围,而且正面就是我想画的东西 视觉感是平均的,当然左边右边是会有点差别,可是看起来是平均的 首先呢,你就会拿这张照片出来,然后你就会去画这些个子 画这些个子,然后你就会看到这边有青个,红个之类的 这些都是为了你自己的一个参考 你就会知道这眼睛在哪里,知道割了多少个子 鼻子有在这边,嘴巴有在这边,那年轻的其他之类的 这个就帮着你过后去怎么去瞄你的那则的时候 会比较像对感觉会比标准之类的,也会比较更像 画出了这样子的线稿 鼻子啊,嘴巴啊,所以你看这个线其实就是会帮着 你怎么去知道这个下巴在哪里啊,眼睛在哪里啊之类的 它就会感觉会比较标准之类的 呃,到接下来我们是去上色,去上色 然后我们还是会保持那个 watercolour的那个质感在 因为我们城市比较喜欢这样子的质感 我想要画的一种风格 so 当然如果特别注意的东西就是啊,眼睛我会特别注意一下 对,因为要有眼神嘛,对不对 然后就是嘴唇,然后正面就会感觉一张脸会比较 呃,会比较突出,会比较明显之类的 但是鼻子呢,我就个人我是会画那么明显 比较为眼睛啊,嘴巴 因为我觉得鼻子太突出,会没有那个美感在 所以是非常个人的意思 这只是我觉得个人的感觉 就是我比较没有把鼻子画的会非常突出这样子 然后颈部啊,就帮着粘着下巴的扩形啊 呃,头发的旁边的暗度 就会帮着这些粘着一些明显的形状都会走出来 然后我会加一些蝴蝶啊之类这种一点 所以就会感觉蛮适合这个名字的 下凡一周就好像有一些仙气的一种感觉 下凡的一种感觉吧 就加一点这种补贴啊之类啊 就看一整张就很有那种那种感觉在那一边 对,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对比 对,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 其实你看如果你用Grid去画的话 其实会其实会蛮像的 当然如果画完了过后 我个人都会有时候会比较习惯性的 就是会物品上面就看一下它的可能性 或者它展现出来的时候可能会长得怎样 就比如我会放自己手机啊 画册里面啦 还有一些可能卡片啊 当你送出了去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比较一种 画画的一种感觉 送出哎,还蛮特别的感觉 其实过程就是 你找一张喜欢有可能性可以画了一张照片 然后打线取稿 然后就可以上色慢慢去画出你要的一种感觉 最后就是看一下哎,它还有什么可能性 哎,放在照片啦 还是等不等手机之类的 OK好,今天我就到这边 是非常快的一个过程 一个给大家大约看看下 到底我是怎么去 呃,会画一个作品的过程 可能有不一样的照片 有不一样的一种画法 或者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去体现 就这样子 对星期间啊 我也相当不一样智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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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